它是福建当代水墨人物画的代表画家之一 它的水墨人物画笔法细腻,形神兼备 由内而外散发出独特的美学思想 它在西方表现主义与东方写议传统中 兼收并蓄,最终创造出独具一格的水墨人物画风格 以潇洒的笔墨描绘时代的独特面孔 独皮细径,千人千面 本期艺术名家张永海 饭愁东方写 字幕志愿者 杨树 咖善与歌 贊善与歌 含字幕志愿者 杨树 张永海平时的生活很简单 学校和家良点一线 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 音乐中的概念 也时常不自觉地被融进 他上课的讲解之中 你如果认真观察的话 我们非常清晰地可以感受到 比如说这个裤管 这个部分所给我们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美感 这根非常长过来 然后这边斜下去 这边产生变化 这边又横的过去 那么它通过这种像音乐一样的那种节奏变化 它给我们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视觉一种美感 我一直觉得在绘画里面 要寻找音乐的节奏韵律 在音乐的节奏韵律里面 要寻找绘画的那种画面感 就两者之间它是可以互通的 只不过它的形式是不一样 张永海的妻子是一名音乐教师 创作的时候 妻子往往能够带给他最真实的第一观感和意外的奇迪 应该说就是它是我的第一个观众 我一画完以后 我首先画一半的时候 我会把它请过来 我说看一看 感觉一下 你从你的角度来说 因为我很喜欢听它最直觉的东西 尤其在画一些这种比较田园式的 比如说牧童那种小孩子的形象当中 它的形象经常会被朋友们说 又在画画里爱了 田间地头的乡间野趣 正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青山绿水的生活 与对妻子的印象一样 依然在张永海心中扎下了身根 于是山水题材成为张永海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类别 丰富的绘画语言和富有弹性的表现力 无不深藏着它对童年生活的眷恋 这个环境对我来说 现在是叫做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的话是因为我从小有生活在这个地方 以前特别是印象很深 夏天跟秋季两个季节 农民把水稻割完以后 我们就在田野里面换鸡换鸭 然后就在里面打水仗 抓泥丘等等 就那种生活 现在回忆起来变成非常奢侈的一种生活了 张永海出生于福建福州 现任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 在成为水墨人物画家之前 张永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草根 小时候因为喜欢连环画 开始练习临摹 一开始尼摹 很多人他是打九宫格进行尼摹 那我呢是直接进尼摹 那尼摹王他们觉得 这个师傅画的比九宫格这个造型 好像还更接近这个原作 然后就得到了一些 这个长辈的大人的一些赞扬 那越是赞扬 这个这种小孩子那种虚荣心 可能就达到满足 然后就越画的喜欢上的这些 这个去勾这些小人物 在临摹连环画上展现出的天赋 得到了家人的支持 经过亲友的引见 张永海认识了人生中 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先生 那这个老先生呢 姓苏从四川回来 带了一大批的长画 每到周末的时候 就到他家里去戒约 那些这种书籍 能绘画的书籍 当初我看宋能画的山水 还有元代那些山水画家画的山水 我现在回忆起来 当初的印刷不算特别好 还有点模糊 但是呢 那个时候我就给我 内心应该说 埋下了一个很深的 这么一个对传统国画 那么喜爱的什么种子 之后 张永海正是拜师林毅臣 陈元朝 潜心学习国画 1978年 张永海顺利考上 福州工艺美术学校 80年代初 来自西方的艺术思潮 与他的国画信仰 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那时候专业我选择的是雕塑专业 哇那个时候 一下子 这个接触到了 西方的很多雕塑家的作品 这个人物 刻的是栩栩如生 从那个骨骼到肌肉 包括他们的 一文的那种写实性 哇那种很震撼 哇一下子感觉 这个打开了一扇窗户 在坚实的素描基础上 大量的雕塑练习 让张永海在塑造人物的空间感上 有了巨大的提升 很快迎来了画分专业的时候 出人意料的是 最终张永海 还是选择了国画专业 这个现在回过头来就觉得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我当初最早的学画的时候 就是接触了这么 那些几个国画老师 那他们给我的这个引导 在我这个比较小的 那个心灵里面 在小孩的心灵里面 应该说很早的就直入了 这么国画的这么一个种子 九十年代初 略带激进色彩的先锋艺术思潮 将国画带上表现主义的道路 激情蓬发的张永海 也在这股潮流中 创作了许多 带有实验色彩的水墨人物画 然而激情退去之后 张永海却变得越来越迷茫 那时候对水墨画的 传统这方面的这种 最本质的东西 实际上还是有点模糊 因为那时候整个观念跟技能 更多的是依托着这种 西方的这种造型的这么一个体系 尽管有很多的实验 而且现在看来尽管有一些 还挺有一些想法的东西 但是它毕竟还是比较随前显 它还不够那么扎实的 有一种内涵式的东西 在那里面支撑 所以说还是显得担保了一些 1995年张永海在北京进修 在进修期间 它游历了很多地方 河南 山西 陕西等地 一路走来耳濡目染 它深感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神 尤其是汉唐文化的建筑 雕刻 青铜像等 带给它巨大的感触 这让它意识到 真正能激动人心的 往往是持续而经典的 从此以后 它再也没有动摇过 创作水墨人物化的信念 以传统入手 以生活为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艺人物化 写艺人物化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特有的画中 它虽历经千年 却长胜不衰 在不断发展中 与山水画 花鸟画等 共同构建出 具有东方神韵的独特的绘画艺术体系 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写艺人物化大家 他们以独特的造型和娴熟的笔墨技法 创造出不少既富美感又深具内涵的作品 张永海认为 写艺人物化发展到今天 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 如何在不同语境下 全使写艺人物化成为一个新的命题 现在困扰能物化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说 很多的作品就是属于概念化 吸气化东西比较多 过早地进入到胡号化 那么我是觉得 他们之所以是过早地进入到这种胡号化里面 或者概念化里面 就是对独特的这种能物 它缺化一种研究 独特性缺化研究 速写 因为你可以 越近人身的各种的这种能 能的那种形态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速写观察各种人的表情 除了面部表情 它的动作有的时候可以显示出来 甚至我可以通过一些的特殊的处理 特别它的一些道具的设置 我能够把这些它的内在的东西可以综合的表现出来 以前讲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实际上不单单眼睛 眉毛 鼻子 嘴唇 耳朵 甚至一些发型 它的手的这种指向等等 动态等等 都可以环境出这个人的精神面貌 张永海的水墨人物画 无论是重大历史题材作品 还是日常生活题材作品 都具有迷人的魅力 它底下的人物形象 总是浑厚丰满 笔针传神 既富有穿透历史的厚重感 同时又富于时代气息 因为我现在养成的一个习惯就是说 每到一个地方 如果有空余的时间 哪怕是一点点 那我就习惯性的把这个数据本拿出来 就是说捕捉这些我所看到的眼前这些人物 或者说场景等等 像这个你看 车站里面 在车站里面等动车的时候 一些局部的一些数据 比如这个人拿着手机正在 一个高度近视的人 拿着手机正在按这个键盘的时候 他这个一个动作 这个就显得比较生动一些 这个是在应该是 开会的时候 我就退远 然后画他这个背面 这个是去听音乐会的时候做的一些数据 这个音乐会的时候 弹钢琴的那种数据 这个唱歌的数据 弹钢琴的数据 没有流行艺术那般的华美 也没有简单图解人物的社会角色 在张永海的笔下 大公者不再是面黄棘手 而是身体健壮 充满活力的新时代的劳苦大众 这是时代真实的写照 也是他对此时此景的独特感受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 张永海的水墨人物画 笔墨相互为用 笔中有墨 墨中有笔 一笔落指 既壮物传神 又抒情达意 尽显个人风格 2010年 张永海第一次尝试创作 大幅水墨人物画 在附件众多的代表人物中 他选择林祥谦作为主题 在画面中 他将林祥谦的反抗 背部以及生离死别结合在一起 通过不同人物的表情和动作 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 这一震撼人心的历史情景 虽然是一个画面 主要人物是林祥谦 但同时我配的很多 总共大概有四五十个人物 那么四五十个人物 有一些反映的 他工友被严谦拷打的 然后还有一些家属 这个进来要去解救他们的 就是这些场景 这些人物 都并置在一个画面里 在氛围的营造里面 我主要是更多的是表现一种 那种比较压抑的 悲壮的 悲剧感很强的这么一种氛围 在这幅作品中 画面聚焦林祥谦的面部表情 咄咄逼人的枪支 寒光闪烁的大刀 以及不同人物对立的表情 让人似乎闻到了空气中 弥漫的悲壮气息 林祥谦面部金锦的造型笔法 通过景间的微妙衔接 与灵动的衣衫相呼应 不仅增强了笔墨的丰富性 也与主人公的性格相吻合 彰显了一个时代的表情 和精神坐标 最终 林祥谦或福建省当代美术 《晋经展》优秀奖 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首次创作大幅作品 能够得到这样的荣誉 极大的鼓舞了张永海 他决定再次尝试 大幅作品创作 林哲许作为幻眼世界的第一人 作为一个民族英雄 本身又是我们福州人 我觉得有特殊的意义 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低虎 我的创作的这个草稿稿图 那么当初呢 是主角肯定是林哲学的 然后呢背景当初是比较复杂一些 但是就说这个画完以后 总感觉画面太杂 还是太杂 这个主题呢不够突出 因为每一个的阶段的草稿阶段 实际上有好多好多 等于是人物在那边让我选择 让我在那边取舍当中 慢慢慢慢把这个构图跟他的主题 慢慢慢慢就清晰起来的 巨幅人物群像创作 无论是整体框架 还是在细节上 都有很大的考究空间 虽然已经有丰富的人物群像创作经验 但是面对林则徐这个独特的历史人物 张永海还是陷入了自我挣扎 那么这个创作非常艰辛 头尾大概有五个月的时间 从构思到完成有五个月的时间 那么也是几经波折 几经这个仿佛 特别在构思的这个草图阶段 应该说花挥的很大的时间 在那边很多的这种产面情节 很具体的东西 在那边一直在那边自己较劲 几经一稿 最后张永海选定了林则徐 生平最有代表性的事件 虎门硝烟这个主题 并开始着手巨浮鲜鸟 一会儿映出枪庭的水 若你也在那边多了 如果是不停地打扎 下来这种这种空气 最后张永海选定了 你也会得到一束之后 你也会得到一束之后 你会得到一束之后 我会得到一束之后 你会得到一束之后 你会得到初之后 你会得到初之后 你会得到二束之后 画到这个线描阶段 这个时候有一个问题一直没办法解决 就是如何处理这个云烟的问题 因为这个销毁这个鸦片的时候 鸦片倒到海水里面经过搅拌 石灰搅拌完以后 它会产生大量的白烟烟雾 那这个恰恰是我这个分割画面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元素 因为中国话讲究这个虚实相生 这个虚的部分恰恰能够给我这个画面的 带来很多这种节奏上的这种变化 起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它本身的形态又如何表现 这个时候我实际上是一直纠结 但是有一天当我勾到这个补夫的时候 我突然间来了灵感 我觉得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符号 可能就是我云烟能够不断地由此来展开的这么一个契机 经过不断的构思和修改 这张巨幅林则徐终于面世 位于画面中心的林则徐 怒目缘争 大意凛然 在生腾的白色烟雾中 一箱箱鸦片被毫不留情地销毁 画中虚实人物过百 表情各异 强烈的对比 在画面中凸显出历史的厚重感 人性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在能物化当中 我现在就试图通过这种单纯的笔墨形式 去揭示能物内在的一种 这种复杂的东西 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漫长而艰巨的一个工作 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考验 也是我现在所致力于去 或者乐于去尝试的这么一个课题 张永海对主题的异象把握 始终贯穿着他对历史事件的深度理解 在投射精神的历史语境中 他极力寻找这个时代的表情 和某个事件之间有机的链接 在带有原始意境的山水国画中 力图表现当代人 对历史事件的独特思考 独皮蹊径 千人前面 优优独特思考